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温馨家庭电影《单亲度假村》。 劳伦是个单亲妈妈,家里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住在尴尬的青春期,小儿子则调皮捣蛋,连保姆都要时常被他整惨。 吉姆是个单身爸爸,家里有三个女儿,大女儿因为太平,经常被人认成男孩子,甚至连吉姆都常常忘记她是个女孩子,因此发生一些尴尬的场面。 吉姆和劳伦相识于一场相亲,由于吉姆点了一盘辣薯条,让不能吃辣的劳伦瞬间变得狼藉,这场灾难式的相亲无疾而终,可是没想到两人很快再次碰面。 劳伦向吉姆吐露了关于儿子青春期的烦恼,而吉姆也因为帮女儿买卫生巾有些尴尬。 一番商讨之后,两人决定帮对方购买需要的东西,结果吉姆却在收银台说漏嘴让劳伦尴尬。 两个人在超市外大吵一场,很显然这次两人彻底给对方留下了坏印象。 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,不久劳伦的好友上门拜访,跟他说了混合家庭非洲旅行的事。 劳伦一听申请了旅游名额,没想到不是冤家不碰头,劳伦再次碰见同样来旅游的吉姆一家。 尽管两人再三解释,酒店馆里还是把他们当成了一对。 第一天入住酒店时,大女儿就看上了一个帅哥小白,打篮球的时候大女儿表现得很猛。 精彩的球赛也来了小白的围观,大女儿为了展现自己的女人魅力,开始不自在地扭动起来。 而劳伦因为抱不动睡着的儿子,在吉姆面前再次出洋相。 第一天就这么尴尬地结束,第二天两人再次碰头,还尴尬地一起目睹了两头犀牛做事。 然而,两人分别带各自的小孩去玩,在吉姆的带领下,女儿被涂成了花猫。 劳伦实在看不过去,于是帮忙清理。 这让小女儿开始亲近劳伦。 等他们出来时,发现吉姆带着小儿子骑肚肚鸟。 劳伦被吓得半死,但小儿子却玩得十分开心,还练就了一身杂技。 很快,劳伦就发现大女儿喜欢小白。 他鼓励大女儿去表白,但大女儿因为外貌很没有自信,劳伦就带她去做了个头发。 结果,因为变得太漂亮,连吉姆都没认出来这是他女儿。 而坐在隔壁的小白,也成功被大女儿迷住。 就这样,他们的非洲之旅步入高潮。 大女儿和小白感情进展迅速,而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。 劳伦还体验了从来不敢坐的滑伞,结果车子开着开着没油了。 在吉姆的指挥下,劳伦才安全降落。 经过这一次之后,两人变得更亲近了。 在一次伴侣按摩活动中,两个人似乎从对方身上找回爱情的感觉。 而吉姆也发现小女儿十分依赖劳伦。 孩子们似乎很享受有母亲的感觉。 而吉姆在和劳伦的儿子相处时,教会大儿子打拳击,还教会小儿子打球。 这些都是劳伦没办法做到的。 很快,非洲之旅就只剩下最后一晚。 劳伦精心打扮参加了晚宴。 吉姆面对他时,也心跳加速。 两人一起用了双人晚餐。 他们早已改变了自己对对方的看法。 在相互夸赞过后,两人开始靠近。 关键时刻,吉姆却拒绝了劳伦。 就这样,他们的非洲之旅结束了。 在女儿的鼓励下,吉姆决定再次去找劳伦,却发现劳伦的老公在家。 还告诉他自己准备和劳伦复合。 吉姆沮丧地离开,劳伦告诉自己老公,如果要和他复合,就试着当一个好爸爸。 并告诉他儿子有一个棒球比赛,如果他来了,就和他复合。 但到了那天,劳伦老公却没来,而来的是吉姆一家。 在吉姆的鼓励下,儿子赢得了比赛。 而吉姆和劳伦也解除了误会。 两个人最终成功在一起。 所以,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不太好,或许可以尝试和他相处一段日子。 你会发现,那个人也许并不是那么令人讨厌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